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有跟大家讲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名字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用一个故事形式介绍给大家 话说不者去见他的好朋友 这位好朋友现时已经是一个大老板 生意做得很大 开了一间远看公司 开发了一系列的软件 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不者就去酒店到访他这位朋友 刚考当时他在面试一位大学生 那个试题很特别 就是把一个乱了颜色的魔术方法 把它重整同一颜色 老板在他面前示范一次 就叫这个面试的年轻人 你回去做吧 你现在做不到 不要紧要 我星期五才走 你回去做完再拿回来给我 这个面试的年轻人 就拿了方法走 这个年轻人走了之后 不者就很奇怪 咦 为什么这个试题这么特别 你特创的吗 这个老板就说 没办法 这个人有后台 我不好意思不要他 但是 我又不知道放他在哪个位置 所以就给一个这样的问题去考考 我才知道应该放他去哪个职务 不者奇怪了 我就没你那么职了 如果你给我一个魔法去做 我一定把它拆掉 然后再嵌上来就算了 那老板就说 如果他这样做 我可以说他敢做敢当 可以从事开展市场方面工作 那其他情形又怎样呢 老板就说 如果他将那个方法 用颜色 游到他全部一样式 那可以说他很有创意 那我就给他做 软件发展部门 但是如果他今天下午 就立刻拿回这个方法 即是说他真是聪明了 领悟力那么强 立即做得到 那可以做我的助理 如果他在星期三之前 把他拿回来 即是说他不能做到 但是他去找人教他 即是说他很有人缘 那就给他做客户服务 但是如果他在我走之前 拿回来 即是代表他很劲力 一尾用心地去研究 这样可以让他做低级情细工作 应该没问题 如果他最后拿回来 也是说 对不住 我不会做了 即是说明他很老实 那就从事保管和财务工作 但如果他不拿回来 那又怎样呢 不者又这样问他的朋友 那我就爱莫能座了 第二晚 不者又和他的朋友 又再见面了 就问 昨天的情况如何呢 老板就说 他当晚就拿回来给我了 你猜是怎样呢 原来呢 他买了一个新的给我 而那个新的呢 就是更加大 但是他说 这个给你那个更加好呢 那我不还原你那个了 但买这个呢 是更加大 更加灵活的 那我送给你了 那这个不者有奇惯 问 那是怎样骗他 他的老同学竟然就和他说 小小声 不要告诉别人 他是绝对适宜做 盗版的好人才 这个故事真的很可笑 但是呢 又很有意思 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 他除了有时能够自己 找出自身的特色之外 也能够找到其他人的特色 而加以激发出对方的潜力 帮助他人成功 也帮助自己更加成功 所以千万不会灰心 天生我才必有用 未必一定是在这个学问上有发挥 它可以在艺术上 比如说这个表演 或者它是 就算一个大厨 它也可以世界扬名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潜质 天才只是摆在一个位置里面 而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找好我们自己的位置 就能够发挥你的潜质了 希望大家也能够尽量发挥你的潜质 多谢你收听